中文在他手里的发展 经过他的书写 伶俐尽致 如果就台湾的现代诗来讲 他也应该是一座高峰 他对文学的喜爱跟敬重 他都是本着这个心 希望能够去推动我们中华的文学 那周梦迪就用这个菩提树来写了一首诗 谁是心里藏着镜子的人呢 我们讲到了《红楼梦》的风月宝剑 所以文学不会不存在 但是它一代一代影响下去 所以它累积起来还是绵延不绝的 为什么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 他用尽各种办法把诗谱成曲 把诗搬在舞台上 透过朗诵或者透过解析 目的也都是仕途让它的影响面扩大 那那个核心的东西不会有损 他的整个的思维思绪在 其实反应都非常的灵敏 然后当然非常的专业 会比演员来讲这些文学的东西 但会更好 如果以武侠小说来做比喻 陈一芝老师的诗和散文 可以说像是少林武当 堂堂正正的门派 他不太会出怪招 可是那个门路很正大 所以我们就欣赏到台湾现代诗 以及现代散文最坚实丰厚的一种美感 基本上它是往新诗方面发展 可是他也写散文 他到现在他已经出版了将近三四本书 三十本书里面是有十六本是诗集 有四本散文集 其他的都是论述 对一个像他这样 目前其实六十九岁了 像他这样的年纪算是很丰盛 我觉得一个社会如果有文学 大家如果有共识 那这个所谓的共识 不是透过一些教条观念 而是透过文学艺术 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 那这个社会会是和谐的 陈一芝先生可称为台湾当代 最重要的抒情传统继承者 以及最具代表性的学者诗人 陈一芝长期服务于编辑台与信坛 持续推动文艺诗潮 及发掘创作人才 近十年与七市教育基金会合作 经典文学剧场 几项大师致敬等系列活动 成功地吸引了不同世代的观众 喜爱剧场 亲近古典 对台北的文学传播 视野建立 与读者养成 贡献卓著 影响深远